那我跟她的接觸呢 除了我們的生日是同月同日生以外 我們以前還是同事 對她以前在我們鐵花村工作過 那最近呢她就是她的狗在叫 對她呢有一些自己人生的方向有一些目標 所以呢她現在是在追求追尋她的 好玩的東西 對好玩人生好玩的東西 那她過兩天又會去台北 然後再去她追求人生好玩的東西的地方 對 那她自己會跟你們聊一聊 那我們就掌聲給我們的Amy 還有我們的JR 哈囉 Hey 大家好 謝謝 然後因為那個 她現在沒有回來鐵花村 其實沒有多久半年而已 然後那邊搞得很像很久 當然我很想念這個地方 我今天在澳洲的時候 每天都會follow鐵花村的節目單 因為我覺得 你知道喔 在鐵花村那種感覺啊 在台東那種感覺 真的跟在國外沒得比 即便我再去去了吃其他地方 然後那邊雖然好山好水 但怎麼樣好都覺得比不過台東 真的認真的 對不對查德 我也像外國人 哈哈 來自加拿拿的查德 她都覺得台東真的比較好 可是我覺得是一種體驗 因為畢竟就是 你要很多的不一樣的體驗 才可以就是有更多的收穫 回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才可以有很多的這種 不一樣的靈感或是感覺 想要做不一樣的事情 可是我不想要再講其他的話了 我覺得我們直接唱歌 我想要唱一首很經典的老歌 他叫做露冰花 露冰花這首歌我超喜歡的 我為什麼想要唱呢 是因為我最近就是迷失了一隻狗 我的寶貝不見了 我回到台東的時候才發現 我覺得我很喜歡狗 然後我的狗不見了 我想要唱給他聽 然後之後說 我在等他 趕快回家 好 天雙的醒星好不好 哈哈 好啦 大家好 我叫千瑜 然後我在澳洲的外號叫做阿寮莎 阿寮莎其實來自一部片裡面的一個名字 也不知道是俄羅斯語還是什麼 我就好喜歡他 從此以後我就讓自己叫做阿寮莎 我們要找Key嗎 好 好 因為我們是唱作劇家 所以沒有 我們沒有彩排過 隨時隨地都是一種 即興的發生 我的髮型也是 我的妝也是 因為我最哭腫了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我把我說的眼睛都化黑了 所以 就不要管我 哈哈 哈哈 好 可以 我的 土耀順就是活不常囉 然後 在澳洲的時候 你說 也是 因為 大家都 很有才華 沒有 埋過自己的才華 說不好意思 或是什麼 然後就會覺得說 啊 不要了 我唱個不好聽 其實不會 就是 在澳洲的大家其實都很厲害 只是不好意思表現 因為需要更多人的鼓勵 對 你們來 就鼓勵他們 對不對 欸 接著 我覺得很像八四六個人吧 八四六個人 好 好 我 Rock втор 我好 五十五個人 會成功 我好 甚麼 尋為 有 一種 快 好像 我 chakra rees 像假的夜晚 她就這樣跟我一場一場 當手中握著繁華 心情卻變得傍乎 在發現世上一切都會變老 當青春剩下日期 心情卻變得繁華 在發現那首歌 在心中來回憶的唱 天上的星星 像的星星不說話 往下往 天上連續眨眼張望 你們會照的意思唱了吧 心情卻變得不平衡 媽媽的心眼在天涯 夜夜響起媽媽的花 閃閃的淚光 路平衡 啊 閃閃的淚光 路平衡 沒關係 因為我沒有彩排 所以一切都是自然 可是這首歌很經典在台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過 會這樣的一起唱好不好 好 再一次 我們再一次 可以嗎 主持人 可以 好 謝謝 謝謝 哈哈 我們叫你來哪裡 我叫你來哪裡 你來喔 天上的星星 像的信仰的花 陸平衡的花 陸平衡的花 我像的花 陸平衡 天上的眼睛 笑開啞啞 媽媽的心呀 露冰花 家鄉的茶園開滿花 媽媽的心呀 再見呀 夜夜響起媽媽的花 閃閃的淚光 接下來一首歌我想要 拉萬 拉萬嗎 拉萬 可是我們想換歌單 拉萬很強 好啦拉萬很強 可有我們 隨即用我們的默契 剛拉萬呢 他是 我要講一下我們的淵源 掼蹄畫這首 我們要講一下古似 我們其實是大學同學 然後我們一起來鐵花丼工作 然後有一天呢 我就就是 騎摩托車去台東大學接他 然後他就很驚訝說 你為什麼在哭 我就說 因為我剛剛在家裡看《乳冰花》 《乳冰花》這首歌 對 好你講 重點是已經從 應該重播應該五百多次吧 他每次看到你就會哭 然後我應該在那個地方應該等了差不多兩三個小時吧 因為他在看《乳冰花》這樣 就為了要等我去接他下課 結果我們太入迷了 我就把整部《乳冰花》都看完 然後我看完我還自己在那邊哭 因為我就覺得 好可憐喔 古阿明跟古茶妹 也沒有人記得他的名字啦 古阿明古茶妹 可是現在有什麼歌 本來是想要唱那個張宇森的 《你是我的寶》 聽你聽我 張會妹獻給張宇森的 對不對 我幫我找不到 因為我剛剛沒有跟你練習 對不起啊 因為我剛才來這邊跟他一起 好好好 我有被打歌詞喔 對不起 我很久沒有來《乳冰花》了 可是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因為禮拜三是一個很自由的舞台 每一次我來的時候我都會廢話很多 因為我覺得就是喜歡來台中 喜歡來聽音樂的朋友本來很不一樣 就是在這裡的觀眾 我說的是實話 誰敢反駁我 耶 好 沒有 我覺得 我就喜歡 就是大家喜歡一起就是 曾經在音樂裡的那種感覺 唱好唱的話也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唱得很真誠 就是這種感覺 謝謝 那我唱錯的時候你們也不要笑我 但我就喜歡這首歌 然後 我接下來要唱的這首歌 是張會妹獻給張宇森的一首歌 我聽你聽我 因為呢 回到台東之後啊 我就發現就是 現在台東 有更多我去 就是 更珍惜的一些事情 跟 跟 不管是人物或者是東西 任何就是稱呼也好 我覺得 台東的所有情對我來說是難得的 那我很訝異的是 就是 我到歐洲的時候 我竟然發現我沒有特別喜歡他 我反而更愛台灣 那我覺得台灣好 台灣什麼都好 家也好 安全也好 什麼都更好 雖然很多人 很多年輕人去這邊打工度假 會覺得 啊 薪水沒有很好啊 會覺得 過得剛剛好就好了 就 這樣的生活 哪裡不好 對啊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我反而會更喜歡生活在台灣 那我現在沒辦法 我就要說 是因為 其實真的廢我的花了 也 幹嘛不要摘完呢 對不對 我才在那邊待個幾個月 我就在那邊好好看看世界 認識不一樣的人 然後接下來我要帶來這一首 聽你聽我 這是第一次在這裡唱這首歌 你 真誠地睡著 我靜靜看著你的容貌 聽你的呼吸 聽你的心跳 你 真誠地睡著 忽然很想告訴你 謝謝你過去 忽然很想告訴你 謝謝你過去 錯著不上 你 真誠地睡著 你的聲音 給我很多依康 聽你的聲音 聽你談未來 聽你大聲笑 忽然很想喚醒你 親愛我去山上擾擾 你是我的貓 我一直為你感動驕傲 即使夢想再為你最煎熬 你仍仍靜靜太老 你是我的貓 我一直為你感動驕傲 外面的世界再多紛擾 你依舊把單純擁抱 生命的旋律越強越高 今晚聽我輕輕唱 我想念你一份愛的力量 聽我為你祈禱 聽我說說話 我已經打開窗 想念你一份愛的力量 總可以和你迎接每天的太陽 你是我的貓 我一直為你感動驕傲 即使夢想再為你最煎熬 仍然靜靜太老 你是我的貓 你是我的貓 我一直為你感動驕傲 為你的世界再多紛擾 你就把單純擁抱 生命的旋律 越長越高 我一直為你感動驕傲 好 謝謝大家 我去別唱歌 我其實超緊張 你知道嗎 站在舞台上 麥歌風本來就是另外一種感覺 如果下次你們再來表演 禮拜三 你想要體驗 你準備好了 十二分鐘三首歌 歡迎你來報名 最後一首歌呢 我想要很簡單的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其實是台東人 我是台東北南族 北南族就是最愛花的一個民族 我們愛戴花環 然後我不知道你們大家是不是叫Puyuma Puyuma知道喔 Puyuma其實是北南族其中一個部落 他就叫做Puyuma最靠近台東新站的一個地方 他是南網部落 然後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Puyuma Pro的一首歌 他是日文的曲 可是他填了一些日文跟菲蘭族的詞 叫做勉勵逐人勤勞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以前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大家就是很認真的在勞作 然後做了很多的工作 然後男生女生都會勞動 這首歌呢是我們的 他要說清唱 哈哈 有沒有人幫我打鼓啊 這個日文曲 好沒有關係 我就想要介紹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呢 以前還在鐵花鎮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就是團體叫做 北南族青春歌隊 如果你們搜尋Facebook的時候 你們可以找到北南族青春歌隊 那個人就是買到北南族青春歌團